最后大家看到是台湾海蟹的代表万里蟹正式的进入产期 新北市副市长陈生贤在品牌成立三周年的记者会上面 正式的宣告从海蟹捕捞加工到贩售产销 全面实施严选策略 希望能够扶持台湾独一无二的捕蟹产业跟海蟹文化 在新北传言扎根 台湾海蟹的代表万里蟹正式进入产期 新北市副市长陈生贤在品牌成立三周年记者会上 宣告从海蟹捕捞加工到贩售产销全面实施严选策略 主要让消费者享用质量俱佳的当令海蟹 还能兼顾海蟹生态与海洋永续 同时扶持全台独一无二的捕蟹产业跟海蟹文化 在新北传言扎根并结合上海特色 成为台湾海洋修行文化的示范区 我们福岛的北海岸从三支石门万里双溪共良瑞芳 我们福岛36家的餐厅 每个餐厅的万里蟹都是特别选的 严选的新北市的北海岸的餐厅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标志的餐厅 就是我们好的餐厅 我们万里蟹好的料理餐厅 最好的海产品牌万里蟹 那我们推定到第三年 现在万里整个北海岸不只是万里 包括金山 包括石门 包括三支 包括共良 甚至到了基隆都已经变成北海岸里面 大家最夯的去蟹箱小旅行 可以吃美食 可以玩最好玩的 我们的观光局有关我们行销的非常多的路线 那我们刚刚我们金发局也帮我们整合了非常多的餐厅 虽然是只有36家 事实上总共加起来整个北海岸有70家餐厅 都愿意加入我们万里蟹的 陈生贤表示严选品牌策略实施 势必导致万里蟹产量减少价位上扬 还请全国时刻以珍惜天然野生海味的心情 予以理解及支持 实询三点蟹花蟹 它是我们台湾仅存 它具有经济价值经济规模的野生的海产的蟹 你没有办法人工养殖 就是你把它捞起来之后 它的那个出氧期也很短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万里蟹的捕捞 它是一个全台湾独一无二皆无精油 它是利用那个一律代劳 愿则上钩 这种用我们蟹龙的捕捉方式 实询那个贝壳小于6公分的不能抓 我们的花蟹三点岁 贝壳小于8公分的不能抓 而且在繁殖的期间 就是每年的8月16到11月15 这一代之间那个暴乱的母蟹你也不能抓 我们目的是这样说 我们的消费跟海洋支援能够平衡 让我们海洋能够永续 让我们的万里蟹能够生生不息 欢迎大家来到新北市北海岸来一趟 蟹香小旅行 从走进渔村认识食材故事开始 到体验渔人拼搏精神与专业 用创意有趣的视野角度来亲近海洋文化 以上新闻记者新北市采访报导 让我们今天里面建议的